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看不到未来的生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地队情侣 有请 李先生28岁来自河北策划 有请 李女士28岁来自天津销售 有请 欢迎两位啊 都是慕子李那个李是吧 对 挺有缘分的啊 大学同学是吧 对 一直暗恋是吧 从大一第一面见到他就开始暗恋他了 希望他 当时跟他表达过吗 没有 有 因为当时学习上面比较紧就没有表达过 那后来怎么就表白了呢 是因为毕业好多年 回家去奋斗好多年 然后跟朋友来天津之后 曾经工作之后 在一个公司里边 对 然后就开始追求他了 那你得暗恋他多久啊 连追他的话 九年了 追到手算了吗 追到手的话 这就十年了马上 那中间你也没谈过恋爱 我没有过 这叫钟情 这个情很长 你知道吗 在大学里他爱恋你 那时候不知道 是后来才知道 所以对你来说 就是他追你到你们俩好是吧 对 喜欢他吗 喜欢的肯定是有的 不然也不会在一起 那有什么问题啊 今天为什么来啊 因为可能现在他觉得我们之间的话 生活过不到一起去 就因为我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我是做策划的嘛 喜欢一些浪漫这方面的 然后他呢就属于那种 喜欢平平淡淡的 产品园酱茶那种生活 我的话可能 更注重于一些 平常纪念日啊 小情调这种 他就不是很喜欢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原因吧 就比如说就是这一开始 他就是请求我 同一自他女朋友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手里有钱 然后我在电影院 包了一个小厅这样 当时就是看着 看着电影 屏幕就突然黑了嘛 在亮的时候 它里面播的是 另外一对成侣的这个照片 然后等那个 就是那个男生 跟那个女生 是当时是求婚 然后说你嫁给我吧 然后那个女生没同意 当时跟他说嘛 我说这也太尴尬了吧 这么多人 然后关键是还没有成功 然后我就听那个 求婚的那个男生说嘛 反正今天主角也不是我 随意吧 然后就看着那个男生 就朝他这边走过来了 我当时整个人就挺懵的 然后就把花给他了嘛 他就担心归地跟我说 你答应做我女朋友吧 就是这个事吧 我就觉得我根本就不太习惯 因为正常就大家喜欢说是 就是朋友都认识 这样给你一个祝福 可是就是他那些人 就都很陌生 我也不认识 就感觉这样怪怪的 感觉被绑架了 对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自己费心费力地去策划的东西 对他来说只是一场尴尬 就感觉不是很舒服 但他就是老是硬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就非要让我配合这种 就通过这么一件事 我说一个真相 这女人不爱你 她没有恋爱的感觉 她心里根本没你 叫什么劲呢 我说你不解风情 你还说这事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事呢 就是之前非要跟我说去鬼屋嘛 我这个人本来胆子就小 就又怕黑 非说要去什么鬼屋 然后那天说了好久 我就同意他去了嘛 反正他也喜欢 我觉得一次也没啥 本来鬼屋里 就是有好多工作人员 在后面突然出来吓我嘛 我就一直都抓着他 我也不敢松手 闭着眼睛 然后他提前跟人家商量好 中途的时候 让工作人员把他带出去了 后面都是我一个人走的 我都吓死了 然后后面的时候 在一个拐角劲 他又蹦出来了 我就感觉 这没有什么可惊喜的 根本就惊吓嘛 我之所以这样做 就想让他明白一些事情 比如说人要去直面自己的恐惧 去克服自己的恐惧嘛 然后的话 你就不要无限上升了啊 恋爱就是恋爱 不是你的策划工作 不要把这个活动 再说的意义很高大 没有必要 其实并不是意义高大 目的就是你的策划很失败 因为你针对的人 他不喜欢 OK 其实就是鬼屋那事之后 他也特别生气 然后的话 我也跟他道歉 像前段时间情人节的时候呢 我找朋友 托朋友在海外 戴过一条项链 然后也是花了两三千 去送给他 但是他却因为那条项链 然后跟我闹矛盾 第一个情人节送的礼物 我也觉得很开心 然后项链送我之后 就一直戴着 然后当时你说两千块钱 代购连个盒都没有 然后他就说坏了 我也没多想嘛 然后过了几天 我就刷淘宝 淘宝给我发了一个 同款的链接299 我肯定犯嘀咕呀 我就给他发消息 我说那这个 怎么价格差这么多呢 他也没回我 那海外代购 他运输当中 那盒子被损坏掉了 然后我就扔掉了 我也想去曾经 买一个首饰盒去 但是本来一送给你就 就要带到身上啊 那更可气的是 过两天又给我 发了一个球鞋的链接 是两千多的 但是他说他喜欢 那意思不就是 让我给他买一下吗 就送了礼物之后 就赶快让我回过去 那不就是很明显吗 他就觉得送我东西亏 然后让我赶紧还给他 你说要觉得亏的话 你自己买不就完了吗 我们都自己买 分得尽干啥呢 哎呀 你这个女人真实 就他平时出去买东西嘛 然后就买了那个东西 就是可能看上图一样东西了 然后就跟人家老在那聊天 尤其是女生 像之前我跟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嘛 我那个朋友 他那个女朋友 就是喜欢养狗 然后他就跟人家老聊 他根本就不那么喜欢狗 但跟人家聊聊聊 在那谈感情 我本来就做策划的 人家又没结婚 以后结婚肯定需要婚礼策划 而且人家也是一个公司高管 每年年会啊什么的 都需要策划 我只是在挖掘一些潜在客户而已 那你没发现 平时聊到什么都是女的吗 客户也是女的 他平时说出去跟同事喝酒吃饭 晚上都是跟女客户在一块的 我只是跟他们吃饭也好 喝酒也好 只是说增进一下之前感情而已 为了让他们多够 介绍更多的客户 那你怎么不跟大家说说 那个对你有意思的 那个女客户呢 她的同事跟我说 她是有两个微信的 然后另一个微信 人家两个在底下聊天可暧昧了 说什么宝啊 晚上一起出去喝酒啊 吃饭 我的名字里边就有一个宝啊 她本来就是我一个客户 我们在一起合作好长好长时间了 那你说她都现在 也不知道你有女朋友 完了你现在对那女客户 关心就完远远都超过我了 就不是您不知道 就有一次我家里热水器坏了吗 我说我说你过来 帮我修一下 我当时都洗澡洗澡一半了嘛 然后我那话都没说完 她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 她当时就跟那个女客户在一块了 是所以当时我挂了电话 是因为我们在谈合作呢 谈到策划里边一些细节问题了 我肯定不可能说继续给你打电话 把客户放在一边吧 马上就要签合同了呀 而且我也给维修部打电话了 人家太晚了下班了 对不对 那我也没办法 就算我回去 我回去就能怎么样 我也不会修啊 我也没收费 让你帮我修 但我现在遇到困难了 你就不能过来帮帮我 然后还在外边陪客户 你哪怕过来帮我烧个水也行呀 你自己不能烧水吗 都是成年人了呀 力所能及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呀 不能要力所能及的事 都要我自己做 我要你干啥呀 还有那个客户真的就 就是正常的吗 你说我平时说让他 就是跟他保持点距离 少出去也不行 然后告诉他你有女朋友也不行 要不你们俩就别单独出去了 是吧 你多带一个人 我带一个同事去 那同事是不是要分我的钱啊 我自己谈的合作 我自己写的策划 我还要平白无故 就因为你对我的不信任 我要给我的同事一分钱 怎么就没什么了 没什么那个客户那么帮你 我就跟您说 他之前自己投资开了个酒吧 然后就是把家里的房也卖了 然后又跟朋友借了钱 最后酒吧赔了 欠了三十多万外债 然后他还把这事 跟他的女客户说了 最后现在那个女客户 天天想办法给他 就是拉单子呀 找客户呀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根本就 根本就不是普通客户的关系 他老说普通普通 他跟我拉客户 只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策划 很满意很满意 我是靠自己能力在挣钱呀 为什么你就一直认为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你靠自己能力挣钱 是真的差这么一个客户吗 我是不差这一个客户 但是我没有这个客户的话 我要损失很多其他的客户呀 而且我再重新去发展一个 长期的客户的话 是有多难你知道吗 我倒觉得你最合适的 应该是你那个女客户 你没发现你这个女客户 对你叫风雨同舟吗 你开酒吧陪了 她陪着你 抚慰你的内心 她给你拉其他的客户 她在帮你 这还不叫风雨同舟吗 这叫什么 这么帮你的一个女人 这么跟你好的一个朋友 你谈了女朋友 八年了暗恋 你都不愿意跟这么个人敞开心扉 你说你的心得关着躲死 你还会有朋友吗 所以正式回答我们 为什么不把这段关系 告诉给你那个女性的很好的客户 因为我现在每个月要还账还好多 因为我们公司的性质 属于说拿基本工资 两千多三千 其他全部靠自己的创作提长 而她一个人占我的业绩的百分之八十 你有女朋友她就会跑吗 我有过担心 所以在你的心目里面 会觉得那个女生是仰慕你的才华 甚至还有点小喜欢你的 是还是不是 是 那不就完了吗 你直接说吗 不坦诚 现在天天说在外面应酬 然后就是来客户什么 天天就喝酒 吃饭吃饭喝酒 然后等她回去之后 我打电话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然后过一会儿 好长时间好不容易回了 说自己在玩游戏 天天就玩游戏玩游戏 不知道自从你那个酒吧陪了之后 你就整个人就很颓废 那点上心心都没有 我怎么没有上心心呢 我白天去上班 然后晚上下班之后 还要陪客户喝酒 应酬 然后去谈策划 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我洗完早上躺上床上 晚上把游戏怎么了 你说就你天天工作忙 天天就你一个人要工作吗 那我不累吗 然后我现在晚上还要下班之后 还要做个兼职什么的 因为现在欠了 欠了那么多外债 然后他一个月工作就一万多块钱 然后八九千都要还负债 那我现在不也是在努力帮你吗 我是我有外债 但是我这不一直在努力的去还钱吗 而且咱们两个在一起 本来不就是应该互相去扶持的吗 是在互相扶持啊 我是在帮你啊 但是你就是能不能 就稍微面对现实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很难了 他现在就是还了负债之后 剩下的钱还要往家里寄 现在家里也不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不应该往家里寄钱吗 母亲养我这么大 而且我父亲又不在了 母亲六十多岁了 我每月只打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都不能打吗 而且你每个月也往家打钱呢呀 我没说不让你 但是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的呀 我们现在生活就是很难了呀 然后我赚那些钱不也是 我往家里打的不也是 我自己赚的钱吗 然后我现在还在外面 建制补贴家用 我就希望你能稍微现实一点 然后现在的话 听听说等以后慢慢变好了 我们一起去环游世界 然后买这买那各种的 他现在还偷偷地跟朋友借钱 这我不让我知道 然后他还说还要再去创业 还要去投资 不是我就想问问 你到底有没有真实地考虑过 万一投资再失败了 我们将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我怎么就不现实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我试过创业失败过一次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既然用了八年守候一个女人 今天守候到了 不要按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幸福 你多听听她对幸福的理解 她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女生我特别想说就是 你也别委屈 没什么好委屈 对吧 你的理解力也够差的了 上来我一听 听我说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解风情啊 现在看来没啥错误 你们两个真相两个世界的人 我不知道两个世界的人今天能不能 在老师的帮助下 打破所谓世界的这个格局 走在一起 还是这个真相越来越清晰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女生其实已经看到了 两个人不是同路人 已经看到了 男生看似很努力 其实并没有脚踏实地 还有那个女客户 你口口声声说 她是你的医师父母 她为什么会如此的 紧盯不放 并不是女性的第六感 是她看到了 自己的那种情感的危机感 和不安全感 我们都已经明白 您没有女朋友 单身 在这个女客户的心中会加分 一个女客户 会这么 早去上房的帮您去 筹划还债 筹划拉业务 来顶您的债务 只有她 帮您在还 一起在努力 八年的暗恋很辛苦 但是八年过来了 获得了 您更多的是不择手段的 要在这一段爱情当中 去索取您想要的回报 这个回报 不仅仅是情感 包括一切 包括经济 所以一句话 远离只会画大饼的男人 是一种自我保护 懂吗 谢谢伯豪兄 来 余老师 原来想着说八年的这种暗恋 那得一会儿听下来的故事 得多么地 感人 感人啊 或者是有浪漫的色彩 我们特别期待这个故事 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医生 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这八年到九年的这种暗恋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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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够攻克你呢 你还要骗他骗到什么时候呢 您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啊 您连陌生人都可以聊得口若悬河啊 你想随时把人发展成自己的客户 那么当您见到一个可以下手的大学雇人的时候 你还不立刻利用它是你的过去的同学 力缩地打开关系啊 想在一个内向安静 又还有一点小小的浪漫藏在心里的 这样的女孩子这边快速地建立好感 用的方法是什么 我暗恋你八年 一句话拉回到同学时期 一句话把自己的 我是一个老实男人的人设 也给拗够了 姑娘 可以了 我相信她 是讲了一个故事 但不是带着恶意接近你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可以原谅她的那一个八年的暗恋 她只是为了塑造出自己的一个深情人设 能够好好的俘虏你的芳心 跟你有一场正常的恋爱 如果她的初衷是这样 没问题 你可以继续和她谈恋爱 但是也许她还有她的野心 她的梦想 而她的野心和她的梦想 可能会使一个老实姑娘 赔上全部身家 以及自己以后的人生幸福 珍重 谢谢米达老师 我跟女生的说法就是 你应该相信这是一段 曾经的爱情 只是因为两个人在不同的世界里 你们无法交集 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节目 转身就走了 你不了解她 你要的她给不了 女生当然要愿意的话也没什么 继续走嘛 也没啥 我觉得也没啥 就是你要认这件事 什么都好 就怕你不认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从大学期间 第一次见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这作业没有表白 只是因为我自己的自卑 我之所以去创业 也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配上你 只是没有想到 在一起之后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那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其实我从来不奢望什么特别好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过得平淡一点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后来那些事情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我们再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 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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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余老师 爱情肯定是越策划越糟糕 难出女不出 你是第一个上来就不看好 你知道吧 其实大家都不看好 来余老师 暗恋和追求最大的不同就是 一个是爱自己 一个是爱对方 所以男方会自我证明 女方会缺爱 预测是男出女不出 曲总 曲总 他暗恋了一个虚无的形象 他会出来吗 我觉得他不出来了 双不出 好吧 双不出 可能我心里就好受一点了 来 弥娜老师 男生还是会出的 他得把他的人设凹透 别凹了吧 凹不透 这些人已经凹糊了呀 他现在还想再努力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让女生软掉 但是女生不会出的 我相信他清醒了 就两个世界的人 就不要强在一个世界了吧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咱们来看结果 来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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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好好的 幸福地活着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对前任和女性朋友的暧昧 从来都没有断过 我感觉他自始至终都在欺骗我 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过 我们两个的这段感情 他天天跟我无理取闹 没事就把前女友搬出来和我吵架 我和前女友只是正常的社交 他却什么都要管 这样下去 我也很累的 我们两个人这段时间 真的发生了太多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对这段感情 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不想再继续下去 就没有必要这样拖着我 他对我的暴力和怀疑随时都会发生 我爱他 但是我不可能事事都迁就他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这段感情了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杨先生23岁来自山西学生 有请小杨 赵女士21岁来自吉林学生 有请小赵 现在还是本科在读 是吧 是 是吧 是的 你大几 我大四了 你呢 我大三 一个学校的 对 这算学长了 对吧 是的 跟学长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谈了一年半了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追的辛苦吗 还好吧 追的时间只有一周 算是相对短一些 今天为啥来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有 很多隔阂和问题 来说说吧 用哪些隔阂 一开始我们在一起 因为就是他追我的时间比较短 后来我们在一起 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发现吧 我其实是他 一开始聊的很多女孩子中的 其中一个 我是很好追 然后所以你才选择追我的吗 那些妹妹你都没有在管了 怎么会呢 咱俩明明是一见钟情呀 那谁谈来之前 不会和异性接触呀 这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 那为什么 我在你的手机聊天记录里 发现了你和其他女孩子聊天 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了 大半夜了 你跟我说完晚安了 然后你还去找那个女孩子去聊天 然后你们还互道晚安 这是为什么呢 那那天麻烦人家比较晚了 我感觉不好意思 我出于礼貌 我说不好意思 那个让你弄得有点晚了 在那儿休息 然后人家说个晚安 我回人家个表情包 很正常的呀 那我把它从你的微信里删掉了 你又给人家回来了 那咱们一个学校的 我俩两三年同学了 抬头不见地头见的 我家人叫不很正常吗 那他让你他走了让你去送他 你就披掉披掉 跟着人后边去送了是吧 然后你还没告诉我 要不是我室友看见了 你们两个肩并肩地走到校园里 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呢 你又骗我 我出于礼貌我也得送呀 不是 他没有室友嘛 他就是认识你一个男士嘛 他为什么偏偏只叫你不叫别人呢 这是恋爱之后的事吧 对 恋爱 就你怀疑他对你不忠实这个意思吗 对 我觉得他已经选择了我 为什么还要和之前聊过的妹妹 再继续聊天呢 对那女孩对你有好感你知道吗 知道 因为以前 对吧 以前那个想触 但是没触上 行 就是男生很坦诚地承认说 我在跟你交往之前 我确实可能 我接触的异性比较多 是吧 你是我众多喜欢异性当中的一个 是这意思吗 是 然后你就追上他了 其他的异性就拒绝掉 是吧 是吧 这还要说清楚了 而且我觉得他这些坏习惯 都是和他前任学的 怎么还扯到前任了呢 对啊 你老提我前任干啥 如果说他和他的前任 彻底断了联系 不太提起 其实我也不会怎么样 那最主要的是 他在和我在一起之后 还会主动联系他的前任 他又把好友加回来了 你说你为什么加回来呀 之前删了 然后因为工作我又加回来了 然后我女朋友知道了 没问清楚我情况 然后又把我前任给删了 当时我工作还没消息完 然后我又得舔人脸 求人家把我加回来 而且他那个前任还放出狠话来 跟他哥们说 啊 那个 只要他愿意回来追我 然后我还愿意和他在一起 你说说 不是 那你说他去追了吗 那倒没有 那不就完了吗 对 我也没有去追呀 而且还有一件事 让我还受不了 他会拿我 慢慢地越来越差 越来越不耐烦 然后甚至在之后 还动手打了我 我没有总打他 不是一次啊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我 这真的假的 真的 我都是有原因的呀 我也没打过几回 咱们先说打过几回 我记忆里头让我比较生气 我还因为这个生气 情绪太激动了 得了一个那个 过度换气综合症 然后 过度换气综合症是个什么病 就是导不过来去是吧 对 情绪太激动了 呼吸太急错 然后四肢比较无力 他打你哪了 为什么打那次 怎么还得这个病 他直接就伤我脸了 耳光 对 然后那一次是 一个下午 他和朋友出去玩了 然后我和哥们 在自习室自习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过来接我吧 外面下雨了 然后我说那下雨了 我接你 拿个伞那不淋湿吗 咱俩都得 当时我们是在吵架那时候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就算我给他太接下 人家说你干啥呀 你不会自己回来 你没脚啊 然后我就生气了 电话又不到一分钟 我就挂了 然后我又气不过 我又拿手机给打 我说你能不能过来接我 你要不想好了 咱俩分手 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这才人家不乐意 他就过来接我 我过去了 人家还嫌我过去的晚呢 站那儿光光给我两巴掌 闪都给打飞了 直接掉地上 对 这个事确实是我不对 后来我也给他道歉了 这是打了 就打了仅此一回 还是经常打呀 就没过多久 又一次就打我 打得特别严重 还是扇脸 我当时这个眼镜 直接掉地上碎了 那是为啥 那次是我 我约有哥们 我说那个 兄弟你带你对象 当然在 就关闸了 有胜利 我们也都会带你 不过去的 你看 你 那是 我 去 这 帮我 不过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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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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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 和你保持一致 你才觉得是安全的 一样并不代表爱 差异有可能代表互补 你所谓的过度换气综合征 也只不过说我很委屈 委屈得我成那样子了 对不对 一个年轻人小伙子 如果说 为什么你还分不了手的话 我大概能够猜到的是 不是你还爱的 是说你看我都这么痛苦了 我还没有分手 足以证明我多委屈 证明我多爱你 那有意义吗 所以说呀 差不多就赶紧冷静一下 或者适当地分开一段时间 或者就早早地把这个决定 今天就削了锤 别再犹豫了 因为看你们这个状态 越来只能越来越差 不如说长头不如短头 所以我的意见趁早分开 来 齐总 之所以两个人都在纠结 对方之前的事情 那恰恰说明 你们在谈恋爱的一年当中 一年多当中啊 没有任何的进步 彼此对于对方认可方面 没有进步 反而都在退步 如果说当时男生 看上了女生的哪点好 但是追到之后就发现 根本就不复存在 几次耳光之后 你其实心里就已经死灰一片了 之所以还是在如此的纠结 就是因为 哎呀 当时我可是在众多女孩当中 我选择了你呀 我怎么能够轻易地 觉得自己眼光是不合适的呢 拼命地去撑 撑完之后呢 还要在朋友圈里头 靠大家的安慰同情来 让自己更往前有前进的动力 这是什么呢 爱情是不要给别人看的吗 为什么女生要当众羞辱男生 当众让男生自删耳光呢 不也是在给别人看的吗 你说男生在利人设 你何尝又不是呢 好像在这段感情当中 你是多么的无辜 你是正确的那一方 对方多对不住你呢 可是如此下去 一直一直以来的这种互相伤害 那其实就是把自己彼此的面子 全都在众人面前丢没了呀 何必呢 干嘛把时间精力都荒废在 如此之不值得的感情关系当中呢 各自去好好学习吧 好吗 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就这样 谢谢曲总 敏达老师 女生应该是相当自卑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你觉得你缺少女性魅力 但是你又急于向别人证明 你其实有这个 所以不管是跟其他的异性 搞得边界不明 还是当众侮辱自己的男友 你侮辱他也只是让所有人看 看我是一个有手段的女孩子呢 看我有魅力 我的男朋友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 你们别看我平时可能不怎么好好打扮 你们别看我可能不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个女生 但你看我有魅力呢 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自卑 夸大自己还存在的女性魅力 但事实上你做得正好相反 现在在你身上姑娘啊 女孩子的优点你全没有 女孩子不该有的缺点你全有 这就是这一小会儿你在舞台上呈现给我们看的 家庭暴力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 都是绝对不可以的 当有一方实施暴力 或者逼迫对方用暴力惩戒自己的时候 这个行为都是相当的可恶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如果说您是自卑的话 你的男朋友是相当可悲 因为你居然在这样的一桩关系里头 不知道走出来 你居然陶醉于此 自己在这里去扮演一个情圣的角色 然后还沾沾自喜 你看我是情圣 你看这样的女孩子我都能容忍 我在爱情里头真的是付出好多 我好棒 就好可悲啊男孩 你的妈妈你的家人 甚至你自己个儿的身体 都不允许你接受这样的一段 侮辱性的情感关系 否则你的身体也不会抗疫嘛 那什么呼吸中和症什么的 不都是来自于自己身体的起义吗 两个人拼命地拿前任出来说事 也还因为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们都不够优秀 你们都知道在对方眼里都不够好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他实在不咋地 但是你一想脑子里头 有一个假想敌要抢他 瞬间他又变得可爱了 这不就跟女孩看衣服一样吗 这衣服犹豫着 犹豫着我买还是不买呢 也不怎么好看 一看另一个姑娘伸手要了 自个儿就忽然决定 不 我先看上的 对吧 因为有了假想敌 这一个频繁的东西才有了意义 你也一样 您在他的眼里头也不咋地 所以他也在给自己制造假想敌 让自己的心因为有一点点吃醋 有一点点竞争感的紧迫感 来使自个儿觉得 哎 这姑娘还行吧 还可以 我还能趟着往前谈 当两个人都拿前任出来说事 逼迫自己感觉到 我在爱情里头 还能体会到 心抽抽的滋味的时候 你们的爱情已经 濒临死亡了 姑娘 好好爱自己个儿吧 你可以活得更美一点 不用在这一桩感情里头 弄得这么难看 然后小伙子 你也不要再陶醉于 那一个形象了 那个形象真的就是可悲 其他没有任何可歌可泣的成分 在里头 好 谢谢米娜老师 来 四位老师大概给你们 揭示了一个真相 这就过去在年轻人里面 流行的一句话 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这就是我听你们俩 这段爱情给我最大的感悟 你们不是爱上了对方 而是爱上了想恋爱的那段爱情 可是是吗 并不是 你对相爱的人怎么忍心 挥起你的拳头 打向他的脸 我倒觉得你们理性的分开 是对这段情感 最好的一个尊重和表达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觉得咱们两个都各退一步吧 动手打人也是我不对 我以后也不再这样了 我以后也不再管着你了 但是有些话我希望你还是可以听我的 我自己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不想以后人生规划都得听你的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妈 我不想再找一个妈 咱俩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谢谢两妹请回吧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做预测 波红兄 男生决绝地退出了 女生我想也应该明白了 双不出 来 余老师 预测的结果是男不出 女出 可能还在想着能否有最后一线希望 再争取 来 曲总 双不出 肯定 敏娜老师 恋爱谈得相当不体面 分手就分得体面一点 双不出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双不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